特朗普的律师称 无法支付4.54亿美元的 民事契价案的保证金 寻求推迟支付 并表示已经尽力联络担保公司 但未能够找到愿意承担 如此巨额保证金的公司 纽约州总检察长才表示 如果特朗普无法支付保证金 则会没收其资产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律师 周一在提交给纽约法院的 一份文件中表示 在特朗普寻求上诉期间 他无法获得对其4.54亿美元 民事欺诈案裁决的担保 因为支付保证金实际需要 接近1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 律师们在提交给曼哈顿 最高法院上诉部门的文件中写道 被告持续不断的努力已经证明 全额保证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他们表示 特朗普一方已经通过 四个不同的经纪人 联系了大约30家担保公司 并花了无数小时 与世界上最大的担保公司之一 进行谈判 但仍未找到一家担保公司 来承保如此巨额保证金 特朗普的律师要求 上诉法院推迟交纳保证金 直到对案件的上诉结束为止 如果该请求遭拒 则应允许他们向 纽约州终审法院提出上诉 今年2月 曼哈顿最高法院法官恩格伦 下令特朗普和他的同案被告 支付共计 4.64亿美元的赔偿金和利息 原因是他们违反了 纽约反欺诈法规 其中特朗普被要求支付4.54亿美元 这一裁决后 利息以每天近11.2万美元的速度增长 特朗普此前曾提出支付1亿美元的保证金 试图避免在上诉期间缴纳全额保证金 纽约州终极上诉法院法官 辛格驳回了这一动议 但允许特朗普继续在纽约做生意 并解除了恩格伦对特朗普在纽约寻求贷款的三年禁令 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表示 如果特朗普无法锁定现金来支付天价赔偿 他已准备好没收其财产 凤凰卫视王岐华盛顿报道